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拿去种 到时候我也要剥菠萝去了 削皮要削厚一点 这个菠萝就是这个样子了 削出来没有得多少去 削好皮呢 把它切开 再放点盐 这个菠萝削好不可以马上吃的 再放点盐 再放点水浸泡几分钟 要不然口笼就会变痒了 一定要这个浸泡过茶哥吃的 再把这个猪肉切成四方的样子 再放一个辣椒 先把这个猪肉扔进一下 再放一点盐 再放点生粉 还有放一个鸡蛋 再给它搅拌 可以放下来 加到鸡蛋去就可以了 加到鸡蛋去就可以捞上来了 先放点鸡蛋 再放一点姜片跟蒜头 再放一点姜片跟蒜头上来 泡香 放点这个番茄酱 放点豪油 加点水给它煮菜 再放一点姜片 再放些辣椒 再放来 再放点油 再放一点姜片 再放生抽 再放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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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勺白糖 放一点片油 药可以去锅 来吃吧 香香香的葱萝卫 这个就是今天的菠萝炒葱萝卫 来尝试一下 吃的时候加一点鸡来吃 外酥里面嫩 里面的猪肉是嫩嫩的 一咬下去马上可以咬 这菠萝 这个菠萝好密啊 好好吃啊 这个菠萝好密 而且这个咕噜又嫩 如果大家喜欢吃这样的菠萝炒 咕噜又 就跟着酒妹的视频来说 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和题材 就留言给酒妹 我们上期再见啦 拜拜 想了解酒妹更多新鲜的土特产 点击右下方了解更多 和淘宝搜索巧妇酒妹 谢谢大家的剧情与关注 谢谢大家的剧情与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